狼队巅峰对决战胜A技 力尽千辛 破釜沉舟 还是拿下了队史第十冠 小胖也毫无争议的拿下了这次的FMVP 他就是现役的第一打野 我觉得这是我找回野河之星的第一步吧 我觉得以后的打野或者队伍 遇到我的野河不办的话就等贵 时隔三年联赛又一次迎来巅峰对决 两边的阵容就很有看点 都是各自的招牌 搞错了 再来 A技的巅峰对决没有整活 反倒是狼队太大胆了 马超加后裔这种豪赌阵容 还刚好count了A技的双边 两边经历了六局的敖战 一点都不敢懈怠 一直到第一条暴君才正式展开争夺 小胖抢到了龙 A技就地接团 伊诺拿到一血的情况下 狼队也带走了A技中府 轩展拼尽全力击杀妖刀的后裔 但狼队的团战还是更胜一筹 敖引大招进场也没有输出环境了 狼队打了一波二换三 随着妖刀后裔一个大招命中夺利亚 狼队一拥而上 A技也完全没办法还手 动手要开 开到了 要了 秒掉了 但是这一边的话终于没死 终于手里还有一个大招要放 大招放晚了 没有放出来 直接死掉 A技在高地拳破的情况下 只能放手一波 轩然已经拼尽了全力 把妖刀的后裔切死了 但小胖的大死命无敌了 配合归期带走伊诺 根本就没人能限制他 狼队这次的阵容确实是一场豪赌 我相信LoveCD心中 A技的阵容就是这样的 他在本赛季经历了无数谩骂 也包括自家粉丝的各种质疑 这次总决赛 LoveCD的BP都存在瑕疵 但就凭借他巅峰对决 敢拿这样的阵容 就可以封神了 我只能说爱拼才会赢 LoveCD最后面巅峰对决 他拼了 他做了一把好赌 马超对亚脸 后翼对翱翼 当然也不能说 A技的阵容选的就有多差 他们的阵容是常规阵容 可能很多阵容都会这么拿 只不过狼队敢赌 爱拼才会赢 这是小胖的第三个FMVP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也是第一个包篮总决赛 所有小局MVP的选手 他的目标是追赶花海 成为KPL历史第一打野 但现在的他 已经是当前最强打野了 大招 小胖 今天决赛的小胖 犹如战神 确实 犹如战神是对小胖 今晚表现的最好赞誉 你说这次决赛 狼队其他人比A技强很多吗 其实并没有 但就小胖这个点完全无法限制 拉欧CD相信小胖的野核 小胖认为老盖很敞亮 这样的组合 这样一个冠军 或许只是开始 这次决赛的小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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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